今年84歲來自日本的萬生阿嬤 手中捧著砂糖細細品味 這是她回憶中的味道 萬生阿嬤1941年在台灣出生 她翻出父母的結婚照 說起過往父親在台擔任陸軍醫官 外祖父則在雲林湖尾開藥行 一直到她四歲日本戰敗才遷回日本 當時萬生阿嬤的外婆 還帶了兩斤砂糖跟她分享 而台灣老家跟兒時堂香 讓萬生阿嬤念念不忘 還三度來台尋根 跟她女兒講說希望她有一天 能夠回來這邊看見她的老家 姓森就是她的兒子 他們兩個她就帶她來 可是他們人生地不少也不知道找誰 就找了一些有到胡偉 可是也不曉得去哪 只知道這是胡偉而已 所以就回去了 今年她就顯滅給我們台湾公司 總公司給我們客服 萬生阿嬤只知道老家位在胡偉堂廠附近 最後跟台湯聯繫 終於憑著模糊記憶找到八十年前的老家 柱子上依舊留著顿色的藥品器材字樣 讓萬生阿嬤看得露出笑容 眼眶微微泛紅 感動到說不出話 她說非常講不出的開心 在廠長的熱心協助之下 萬生阿嬤圓滿了這趟尋根之旅 她也拿出砂糖 讓萬生阿嬤跟兒子分享兒時甜蜜的砂糖味 為這趟台灣行畫下完美句點 巴拉新聞杜君翰綜合報導